当大规模地震发生,电力、自来水和瓦斯等会中断。 若家中结构安全,许多人会选择留在家中避难。 此时需要依赖平常储备的生活必需品,度过无法取得物资的时间。 每个家庭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准备不同的物资。 最基本的食物包括矿泉水、罐头、泡面。 无需加热的食物,还有点心和营养补充食品。 老年人和婴幼儿则需要额外准备常备药品、纸尿裤、湿纸巾和奶粉等。 家庭的紧急储备应该是一个可以随时使用的存放区,而不是不使用的禁地。 应该放置多余的食物。 瓶装饮料、电池和其他基本用品,以便在需要时能迅速使用。 在平常的生活中,应该常常检查储备区的物品,以确保它们在保存期限内。 可以将物品按照购买时间放置。 使用时,只需拿走最久的。 购买新品时,放在标示的地方。 这样可以保持储备的整齐和有效性。